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聚焰堂 今天我又拿走這個小公子 當然今天也有帥哥在這裏 就是我的嘉賓,兩位朋友 原來發現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旁邊這一位,Sandy 大家好 第二位叫阿蔡 你好,大家好 他們兩個是兩夫妻 你不要這麼快爆了 因為你的生意有關係,所以要這樣說 當然,我們都會說創業很麻 請兩位上來做什麼 一來,原來是很多年之前 我們已經有溝通合作的部分 近年也在某些創業的機會再次碰頭 另外,我知道你們做了一些很熱的事情 內地的Marketing 甚至牽涉到網紅等等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有興趣 所以現在就把你們兩個上來 聊聊聊天 不是家人觀眾聊聊聊天 好了,說了你們的本業是做什麼 不如詳細給大家聽 你們做什麼 大約的概念上,是不是網紅 究竟上面和香港有什麼不同 稍微跟大家說了 先去做什麼 先去做公司 別人做香港的Marketing 還有Facebook、Instagram 我們比較容易去找找 有些比較可能 勾了一點的就是紫媒 我們就沒有搞這些 還有很多 勾了一點 我們還有很多 但我們就沒有搞這部分 那時候創業就去了大陸 在廣州那裡 在廣州之前還有一些奇怪的經歷 一會兒再說 那些我慢慢會說 大約知道,拿得清楚 我當然知道 究竟是什麼來的 其實總之很簡單 因為香港很多公司 都會想回大陸做Marketing 但是兩三個原因 可能是他不相信大陸的Marketing公司 他不熟悉 都不知道找哪裡 不知道就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可能搜尋不到 去到搜尋到的時候 可能別人說 那間OK 那就必會幫助 因為香港上遇到的問題 我們最近在香港上 一間公司 就幫了一些香港公司 在大陸做Marketing 近這一年 在大陸最起的就是微信 其實微信有私人用的一個功能 也有 copy用的功能 我們就幫商家搞copic 那邊的東西 也都 再反迫歸真一點 因為大陸有些 通常說 Online Marketing很厲害 我們是做Offline Marketing 我們去商場 路上 放一些 booth 放一些宣傳攤位 沒辦法 國內人口多 反而這樣可以找得到 很多他們的target customers 回來 也有Online的 Online的比重 我們都有 不過相對Offline多一點 近年就開始搞網紅 不是搞網紅的生意 就不是搞網紅 所以整體 你見到很多Marketing的方法 都是幫助一些香港商家 如何找到大陸的target customers 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裡面很多仔細的東西 逐步逐步可以了解 我們公司經常覺得很有趣 因為幾年前 香港很多是Marketing Asian 大把 多數都是for local 或者叫Digital Marketing 但全部都是for local 我們就很專門做China Marketing 一間香港公司 亦都大陸有公司 分公司 是專門幫海外商家 和香港商家 入國內做宣傳 我想在香港來講 都比較少 這個是很特別 好事來的 因為說真的 我想很多朋友 一想起做生意 定住 最後還是回內地 只不過如果你本身不是內地住 或者你不是內地有家人 你不是很熟 如果你是純正香港人 其實上去幾無助的 因為其實太多 你有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但是通常都總複了才會正 是 絕對是 或者有朋友乃過東西 都是總複 十居其九 商家們都是 如果人生路不索 通常都是 所有的經歷 入國內之前都是 都是 是 是 但是那時候 十居其九 都會因為中了一服才說 先講到一個故事給你聽 因為這個也是值得去探討的 剛才大約講了你們的模式 希望家人觀眾的概念都會知道 當然每次來到我的嘉賓 當然要先起下你們的底線 當然 我們的餐廳回到最早期 會到尾嘉賓 這樣 不過是他 但是你們的生意是更早一點 跟你們的婚姻 應該比你們的婚姻更早 拍拖 即是拍拖的時候 所以我經常記住你的男朋友 就是這個原因 是啊 因為那個情況就是 真的幾年前 你如果真的剛剛由零開始 和我知道你的起點是在內地先起 第一件事 很好奇 是不是你們的內地網絡很好 或者是你們的內地人 不是 我祖宗應該都是內地人 但我都是在香港 我祖宗直觀 也叫做中國 但其實我們是傳統的 我今天去拜山先知 原來我是山東人 我一直以為我是中山人 原來 都是山人 搞得那麼醜 去到北方 然後由我伯父告訴我 原來我是山東人 但我大約沒有任何人在大陸 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很有趣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但到了內地 你第一個的據點在哪裏 三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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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有就是這樣 今天這個節目 會有些驚激 有生意發 因為旁邊會有些 很刺激 在那裏轉 但都可以 都不太過份 另外 小妹有些抱羊 所以聽到她的聲音很性感 大家一請包容 不要因為這個來影響 但是山尾 你又是香港人 貪哥有什麼好呢 對不對 一定有原因 其實當時 是因為我們有另一個 partner在國內 他就是山尾人 當時我就想 不如我們在大陸開一間公司 他就第一句說 不如開山尾 我很熟 所以二話不說 一個順的機緣下 大家可以夾了幾萬元 三個人各自 第一個據點就是山尾 而且山尾旁邊 是港口 陽光很充足 整件事很度假 那時候山尾是我們第一個 進入的據點 就乘6個小時的車 那時候沒有高鐵 沒有高鐵 因為我們開的時候 應該是五年 遠很多 我講了地理的概念 因為不然是這個位置 沿海高速都要5個小時 如果一塞塞車就是這樣 那天轉的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上去考察 美期未考察 實際看看我們舔的什麼 然後一去到那棟建築 一看到那隻窗 在這裏 很天真無色 香港很少看的景色 很漂亮 但上面其實每個地方都是這樣 然後一到下面 因為是一個好像漁市場 原來那裏 一撈起屍堪就能吃 很開心 然後在這裏 完全是不關照 沒有理智 因為高興 我經常覺得 創業的年輕人 第一次總要交學費 而且總有一些很古怪的信念和喜好 當然 這些就是投資 這些是好玩的 對 但你要給環境影響 很舒服 很開心 甚至有私欠吃 血私欠 這是創業的最初 一件事是私欠殺了你們 當然 這麼漂亮的環境 也有私欠吃 應該是理想當然覺得可以 但回到現實 出了什麼事 因為那裏實在太漂亮 美得如何呢 當地的人是非常享受生活的 享受生活到怎樣 例如他5時就準備下班 他是不會跟你OT 他不會跟你做任何事 但他之前有沒有做完事 他享受得人生的人 是不會太理會你工作的事 那時候我們在薩美那裏 在公司有五個人 那時候是先做apps起家 apps起家 apps是很多program上的東西 也是可以在天分地暗 24小時不斷工作 發現他們是很享受人生之餘 還是不要管我們公司死活 即是沒有一個共同的概念 跟他們一起 因為小公司最重要是一群 一群都一起做 很有趣 他們那裏是有教apps的學校 他有專職學校 他出來見到這裏 人工都不錯 因為香港公司叫港資公司 就馬上進入 他在手藝上是OK的 只是心態上覺得 輕鬆、自在 試過帶個小朋友回來上班 或者是五時就回去照顧小孩子吃飯 回來煮飯吃 如此類推 發生了很多這些連串的問題 令到我們交貨上 延遲再延遲再延遲 就發現不行了 還有我們創業初期 總要去多些公司 去五個小時 回來五個小時 但香港還有工作 不用走 全日都沒有了 早上7時起行坐車 下午2、3時到 開小會到5時多 上車走 10時、11時 為何你沒有在這裏住 有想過的 很舒服 其實差一點就租了地方 因為太舒服 吃的也好 玩的也開心 又健康 對著很美的海 心慣神怡 但見到自己的戶口 不斷地由六位數變五位數 五位數變四位數的時候 你就會心寒 對著海就想觀摩它 所以就不對勞 我們就說 反正進入大陸 差了半隻腳進來 沒有理由縮 然後就開始打聽 哪個地方開公司比較好一點 或者自己人脈上面 那個線路去到哪裏 後來探探探探探 發現自己有很多廣州朋友 很多廣州朋友 有些是做人生意 有些是幫助老闆做很大的秘書 所以要找這些地區資源 人手資源是不難的 不如把手一橫 那時候我們商量了很久 因為錢不是剩下很多 然後問一問廣州 有沒有地方下腳 然後找到一個辦公室 然後就完全沒有行業 剛剛已經開攢了 完全沒有以前的工具 不過下腳 搞定所有事情 前後五個月 然後就在這邊請人 一個月的事 其實是不能不快 因為當你遇到這個問題 存在的時候 一定要很高速去轉變 如果不然就真的會死 那你在一個 轉折期 之前的時間大約多久 在這麼漂亮的環境 半年至七個月 即是由你創業 半年在那裏就發現種複 然後再轉變去廣州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在一年之內的事情 就已經馬上轉了 那你算是快和醒目的部分 因為人們很舒服 就已經免水煮蛙 熟了 如果醒目是不會選擇這個地方 教學費 每一個都總有傻傻傻的時間 起碼你都了解過 原來另一個地方是這樣的 這一課很深看會是什麼 到現在我們 吐了這麼多年 即是三四年時間 發覺每一個問題 不能拖超過一個月 這就是你的 學到的東西未必是錢 你用你的錢買了這麼好的經驗 是不是這樣安心一點 我們現在在外面 有時商業聚會 聊天 分享一下自己的事情 他們都會覺得 他們只有一個評語 對我兩個 你們兩個很勤力 只有這個評語 因為見到 我們今個月說的東西 下個月已經做出來了 下個月說的東西 下個月又做出來了 就變成 我們現在的步伐 是當時改變出來的 是 因為我們知道錢是會不斷漏走 要切退一撇 那時候很狠心 因為五個同事 我這樣說 譬如你那時候真的是第一次創業 其實某程度上 你不燒到你屁股的位置 其實可能你見到銀行戶口 最初都沒有減少這些零 是還可以的 還好理想法 然後再說不是 你那一刻就延伸了你求生的意志 反而那個速度化是你沒有想過的 我想你從來沒有想過你的人是可以這樣的 那個潛力 馬上爆發了出來 要逼的 還有那段時間 比現在更加火熱的是什麼 每個人在大陸的公司上市 今天我們來買蘋果 五元過 都未計清楚成本預告的收入 第二天跟你說上市 我們那時候也是抱著一個心態 我們搞一間Apps公司 看看別人那些 有兩個億、四個億、八個億、十個億 然後第二年上市 我們初初那半年就沉聚於這個空間 覺得應該是虧的 下一個上市就是我 現在其實熱潮大家都已經理智了很多 都可以的 都可以成功的 但是要工作的 要勤力的 笑死我們那時候 我想這樣說 如果創業的人是沒有那種傻的 那一個夢的話 其實你未必肯跳出空間 即是你打工 或者一會兒老爸給錢 你不肯扭 那兒女兒不懂怎樣做 但你又是這個夢 你幻想自己 站上去想試一下自己的公司 因為這件事 你便會做一些傻勁的事 但當然之後還比另計 我自己覺得 現在的夢實際很多 現在的夢實際很多 但其實雖然這樣的開始 某程度上 你說洗手頭也行 雖然說是辛苦 雖然說是現實 但其實都是你想做的事 你沒有想過原來你們兩個人 是可以做這些事 其實這也是可能 對自己的一個很大的進步 即錢、眼界 甚至乎你自己的工作能力這麼厲害 以前是沒有想過的 沒有的 沒有的 變很多的 過月兌費 做壞了都是老闆的事 關我的事 即是這個心態 即是這個心態 其實如果你是長時間 這個心態不打算改 麻煩你千萬不要創業 真的 即是你很明白自己是打工人 我都說 有些朋友他們知道自己是打工人 他們說明他是不會創業 知道自己是一定的 很幸福 請人的朋友我很喜歡這些員工 是 因為他不會搞了一會 你都明白有些可能會銷售什麼 有些人會拿到你的資源 但是有些是真的 我覺得不重要 如果你知道自己有這個能力 或者是有這個夢想 經常都會推去試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吧 代表你會蝕 不知道世界的現實是這樣 我以前是 我做遊戲設計開發 十幾年了 我是產老闆 我是產生最厲害的那些人 我差不多打過老闆上天台 就抹到他飛起那些 當然是吉士 當然是吉士 要有負責代價 但是去到自己做老闆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當年的老闆 為什麼會這樣做 當然 因為當時我打工 就是覺得 我是最聰明的 老闆愚蠢 沒理由這樣做生意 到自己做生意的時候 終於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時候 我早幾年 找老闆出來喝茶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只是跟他取經而已 真正想要 如果你突然有機會 做老闆 你會發現 其實你的老闆 不是真的那麼差 只不過大家的崗位不同 真的 你看看你老闆又想著 追人工 出人給你 追數 又要追數 又要交租 還有很多不同類型 其實他們 說真的 現在做老闆 比做員工 更辛苦 我絕對認同 對 其實令到大家 真的做很多事情 現在有些老闆 朋友都說 打工就比做老闆 淒涼到爆炸 還要被你逃 罵完之後 還有這些事情 最慘的是 可能又請不到 幫助手的人 又延遲 又延遲賠錢 又是我 延遲是自己的 是老闆的 所以我經常說 現在政府有些 創業的基金 是試的 我說好 讓他們試 當然幸好政府那邊的錢 錢的代價 可能是免息 或者未必需要你 還給了這麼多 但是我覺得不錯 現在我們很多時候讀書 講一根科目 創業最好是什麼 就是什麼都要做 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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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要整合 你計算很厲害嗎 有時候要想想開發 對 還有一個廁所塞了 自己聰明去找姐姐 但沒有錢 通常都是自己的 其實整合性 我覺得對年輕人 是一個好事 因為他不能再賴 沒有人再教到他 創業 四年多時間 我現在口頭禪 就是一句話 以前就是 老闆說什麼什麼 有問題 我只會跟他說 你有藉口 很多 我一定是大道理王 現在任何人跟我說 任何事情都說 我處理 只有這一句話 我處理 因為你不處理 沒有人會跟你處理 當然你的處理方法 可以給你一個信任的同事 去幫你教 我已經很嫉妒了 你可以這樣處理 但如果你的員工 可能跟你說一些問題 你還說一個理由 藉口給他聽 其實沒有制於事 而且你只會 跟你自己的生意做負責 他們是沒有必要的 沒有責任去幫你負責 但如果你找到一些 他很上心 已經很感恩 那件事做不成 他比你的員工生氣 你一定要留住他 你生養死狀 因為這是很難得找的 很多時候 這間找人才 不是說你的信任 可能是你的技術 但可能前輩都說 我找到員工回來 不是給我的問題 是幫我解決問題 但是 有多少個 有多少個 但真的 例如你適合新鮮人 可能是打工的 或是出來社會的 其實你的態度 你嘗試轉一轉 你真的幫助老闆想多一點 其實你分分鐘 你步步高升是很容易的 甚至乎那時候 導演王晶 他做法是怎樣 他什麼都做 做多一點 做到成功才沒了他不行 你就不可以解決我了 這是一個策略 但當然 其實問題是 我想他的心態 亦都學很多東西 還有 有時候賺錢 客人工未必是馬上這麼多 但那種經驗 你會代到一輩子 沒錯 我想老闆讓你知道 他的看法是怎樣 當然如果你是老闆 我是局部老闆 我只是大閘 所有老闆 都如靖靈芳所說 都是茶水埗 對 什麼都要自己做 如你所說 你放光嗎 就放光 然後自己放垃圾 對 我就很明白 這個是 如你所說 什麼都要自己做 這個是老闆 你必經的階段 你每個人都看著 我的口上Facebook 那樣的規模 你覺得 每個人都可以思考 就有 一定要做所有的事 我想在創業的時間裏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但首先 我想一定走不出的 那種努力 或者那種 什麼都要做 平行 你什麼都要做 那個傻勁 做吧 即是無論你是被迫 還是自願 你都會被迫 慢慢會變成自願 那是你很想的 因為剛才說 你在第一個 這麼風光明媚的地方 就是享受了半年 然後忽然就不對勁了 要走了 那去到廣州 很明顯已經進入了 一個似仰一點的階段 那廣州那邊 給你感覺到最大分別是什麼 還有它怎麼可以幫到你 真的開始坐穩 你的公司的 即是那個 Foundation 那個根基的部分 因為一來 其實始終是大城市 那個人的心態 始終都會是 即是人才多些 事實上 因為坦白說 去得完美的人 通常都是 就是想優質生活 就算了 所以其實在人才方面 質素上會好很多 而且容易聘請人很多 反而很難聘請人 因為很多都屬於鄉下 其實很多年輕人 一畢業都會去大城市找工作 深圳也好 上海也好 第二件事就是 當我找到一些 不要說一些 第一頭兩個 一些重要人物 就是做管理層那些 如果跟他 是建立到信任的時候 其實是幫助我們公司 會好很多很多 至少你少上去都還可以 幫你管這件事 即是放手 我們轉了廣州那邊 其實發大了很多 由原本在潮州那裡 不是潮州 不是潮州 是潮尾那裡 千萬不要跟潮州人說 潮尾那裡 很危險 潮尾那裡 五個同事 後來去到那邊 合法到最終是三十幾個 三十幾個同事 三四team人去做事 是可以發大去搞的 人手 剛才Sandy這樣說 請人是容易阻 那規模上是可以跟大生意去接合得到 因為人數夠了 但是因為我本身是做遊戲那邊 但我不是寫Program那邊 那我就把寫Program 監管Program那個責任 交給我大陸的同事去做處理 但是那時候才發現越大的公司 其實上到三十人的公司 算是香港中小企 我們少過就叫微企 中小企 開始在制度上 或者管理上 甚至在大陸說的風氣 那個氛圍 我們就完全不懂得處理 有些公司文化 大陸我們有時很好笑 看電影說 可能會叫口號 或者會拉Banner 這些原來在大陸的公司文化來說 是很重要的 其實不是大陸的 就算在香港也好 比如國際公司也好 都這麼想在某些尺寸 其實需要 因為你牽涉人多 已經不是說一句 直接處理 可能已經有幾差 其實公司的架構 或者可能是Vision 那些理想 其實是很清晰為下 這個就是 內地和香港都有 只不過是 可能內地它會 表面你會看到 每天你走過 你會看到一群人在門口 就是粗兵 香港也不會放出來 明顯地它也有 香港也有 公司是需要做的 更加重要的是 他們這些粗兵的動作 是更有用的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本身 大陸到做管理 有六七年時間 越深入這些文化 團隊 的公司是越能力 首先有一群人和你一起鎖 沒錯 另外真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心理動作 我們是同一群人 大家有一個共同語言 而且很high 那個狀態是有一點不理性 而且那種high 是令到你 你也明白 平時那些人都是玩的 都是希望high 這是有一點心理上的運用 它們未必會很相似 因為我的公司很多時候很清楚 他們做了很簡單 就是要幫人喊 喊口號 那個其實是很基本的事情 只不過可能我們香港人不懂得運用 我就是其中一個香港人不懂得運用 因為我們是上學也好 不會被人這樣 但可能內地上學也會站在那裡 可能做同樣的事情 我們比較獨立性 而且他們應該比較容易 叫做 對 香港那些年輕人 做什麼 做什麼 我以前做遊戲的時候 我去過大陸那邊 一間比較大的公司 我都要做這些動作 我是很抗拒 你站起來我就坐下 因為我們不肯融合 但內地容易一點 用意一點 去到這個範疇的時候 就開始有些鬆散 整間公司 因為我們沒有這些 沒有一個環境 去拿回實去 我們有時知道 每一個來得我們的公司 可能他們之前做過 某些中型的 大型公司 他們又會帶一些 他們的文化進來 最後很多種不同的文化 起山頭 出了這些時候 湖南有湖南幫 上海有上海沒有 然後又吵架 出了一條文化 很大量這些人事關係 亦都出現了一個 叫做時勢的問題 因為我們開APP公司的時候 就沒有微信 國內還沒有微信 差不多四年多之前的事 做APP 變成一種大企業的面子工程 我要做一個APP 告訴我們的股民 或者使用家 我們是追得上潮流的 直谷用的事去做 你也有生意嗎? 你也有什麼事去做 我們很開心 就要接生意 但是去到微信出現的時候 APP已經變成一種可有可無的事 在大陸 應該很快 還要很快轉得 那個速度是說 微信出現了一年內的事 已經APP公司 整件東西轉了 內地很容易 死了六成的小公司 很誇張 死了六成的APP公司 死了六成的APP公司 那些人數更少 應該怎麼說 全行的APP公司死了六成 那六成都是那些小公司 或者轉型 或者他們要轉型 可能做微營銷 大陸我們很流行這些 微營銷就是微信的Marketing 簡單來說 但是香港的Marketing 就是沒有銷售成份 他們的Marketing 是有銷售成份 所以叫做營銷 可以轉型 我們都要轉型 但是那時候沒有那麼快 但是你有經驗 第一個地方轉去廣州 那些要快的東西 第二次的失敗經驗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一帆風順 其實真的是 整理了 十億元 但是因為你有這樣的挑戰 你會更強 你會學會 加一些學費都是投資 很棒 很棒 變成那種快 我們可能定一定 我又轉了 那你怎樣轉 你又轉了 變成微營銷 這個故事真的哭出來 通常都是很勵志的 因為你接不到生意 那你接不到生意 只是很快就已經沒有 好 又在說我們最近的時候 去到六七位數字 變成去到五位數字 你會知道那個風是 很快就燒到你了 Apps 這些東西消失了 老闆說 我用微信的這個東西 就等於你的Apps 但是那時候我還沒pick up 得到原來有微信存在 是甚麼來的呢 即是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那些人的生意少了那麼多 又不知道有微信 好 接著在公司裡 拋頭的時候 哇 明天又要出糧了 出糧了 又有一大堆錢 然後那時候 我和一個親信 在大陸幫了我 現在都很好的朋友 看著銀行戶口 說出賣份量 沒甚麼錢剩的了 接著我說 不如下樓下 拿些剩餘的錢 吃一頓好的算了 我要努力賣蛋 剩餘的那種灰 即是有時候 很灰的那一刻就怎樣 都很灰的 你剛才說得很嚴重 剩下很少錢 真的 出賣了薪資 就知道今個月 一定要跑山 你不跑山 基本上沒有錢去營運 接著跟他說 拿去吃魚 拿去吃炭燒魚 吃了它 大家拿去喝酒 我們今個月一定要搞定它 接著那幾個同事 很兄弟很姊妹 好 搞定它 那一晚真的哭得爆 後來第二天上班 都要面對現實 因為下個月要出糧 有個同事就走過來 老闆 現在同事跟我跟了很久 跟到我現在 他說 老闆不如你看一下這件事 即是微信 接著他拿電話給我看 說是甚麼 玩了大概半小時 我說這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是救命的 我說早點拿出來 接著看著這件事 我反而要跟他量度 究竟我們會不會 將我們公司轉型成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未營銷的東西 完全不知道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定義 只不過大家轉型 正少少地消失了 正少少地變了 他們沒有告訴你 我說我們轉不轉 基本上現在的人手 那三十多人 全部可以解僱 是一個很大的抉擇 因為我要賠錢給他們 大陸賠錢很嚴重 還有上面 我想勞工市場 那種賠償 那種勞工法 跟香港沒有 兩個月 因為我的朋友都說 是不一直不收拾 是因為那個屬服更慘 所以就先放著 要是你走路 要是你走路 那你是負責人 是要的 因為 我還是在廣州 廣州進入真的不算很大 要找回力也不能 看著這件事 我們研究了差不多幾天 然後就說 不行了 一定要變 如果我們不變 Apps這件事真的會倒閉 那時候也沒有那麼多思維 在Apps上怎樣變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清掉所有同事的數 所有解散 遣散 那你還要給多些錢出來 兩個月 一個月也有牌子 或者有些需要付的當然要付 有些不需要立即付的 就跟他們說 我接下來這個月才付 一定要處理 你不能處理 你炒了 只剩下一些我們有用的同事 剩下一些 即30到多少 三四個 是呀 那時候是 由辦公室轉後 立即搬到另一個小的辦公室 很恐怖 但還是快 要決定 要決定 沒有人快 有時候真的 感情 又不捨得 但做生意 看著自己的銀行戶口 是不能不捨 所以老闆的決絕 不是真的他想的 有時候 原本說 搞錯 你什麼慘 聽到這些blah blah blah 那時候是大勢所趨 不是我們的經營失當 經營失當 我們沒有話可說 就是一個老闆 做得差 抵死吧 又不是 搞到一些員工 但大勢分間變了 一轉型 Sandy姐那時候很厲害 Sandy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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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不知道微信是什麼 但當時她不知道 她問我 我怎麼找客人 因為看香港來說 不懂微信 當時IG還沒有 更加多 然後她在大家討論 究竟我們怎樣去找客人 而我便說一句 不如搞廣座 然後她問我怎麼搞 我錯過廣座 對 問我們怎麼搞 總之你不要管 總之場地 我找人 你廢話出去便可以 那時候她第一次說廣座 她便覺得很害怕 然後我又很害怕 戰戰經驗 怕也要做的 銀行戶口沒有錢 沒有錢 但其實我們看到這個趨勢 是有得發展的 因為那時候是沒有一間香港公司 香港人做這件事 我為了搞這場廣座 首先我很記得 第一場廣座是在旺角cafe 搞的 其中一個room 剛好燙板門 有個小電視機 可以坐得十二三人左右 我把我電話裡面的所有電話 全部傳給Whatsapp 傳給她 叫她來廣座 第一場出現了二十幾天 當然大多數都會 那時候適合微信那些 或者想入大學市場 都是一些直銷人 或者是保險人 來聽 聽聽 第一次說 又被我們發現到 第一場廣座 可以即場登丟到幾張單 然後我們起出網外 為何可以第一場 登丟到四五千元左右 每個人 立即出帳 讓我們去買我們的服務 這件事當然是紅心壯志 燃兜兜 連飛都可以做到 對 由那次開始 原來這樣行得通 不如繼續做講座 就被人賣豬仔 如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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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幾個月 都是繼續在旺角咖啡店 當然一些機緣巧合 可能很幸運 我們有一次 在同一個 是一個 見過的 辦公室 辦公室離開 然後出電梯 同一時間有一個人 跟我們一起出電梯 我是八卦的 我就 搭嘴頭和他聊天 打算認識一下他 原來他是一個PayPal 裡面一個 負責和合作 搞活動的人 讓我認識到他 他就 聽完我們說 做什麼 我們叫做微信 那時候沒有什麼 只得微信推廣 他就帶來一個客人 那個客人的公司規模 都很大 都是一些國際化的公司 他帶來客人 來聽我們說的 聽了兩次 那時候我們覺得 都很受寵若驚 聽完之後 他馬上就說 不如你來我PayPal 那裏 講一講座 我覺得這件事 都很新 於是我在PayPal 那個場裡 跟他一起合作 就講了一年 從那一刻開始 其實 開始多一些 大的品牌商 認識我們 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都講了 二百多場的講座 關於China Marketing 就是 坦白說 頭段 由Apps轉到微信 我們跟很多創業者都一樣 根本沒有一個很好的計劃 是 初頭 問一下 你們兩個家人 是不是做生意 不是 我爸爸做小生意 但不是什麼 不是驚天地 不是家作 要說本身的背景 不是一個生意 很氛圍 大人 其實是開頭晚中中的正常 但起碼有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們發現了一個危機 然後轉 看完之後 試 別管 做個擋作 都是Cafe 如果那天是零 那就零 但起碼你都肯做 很多時候 如果你在生意上 或者某些idea 卡了 你永遠做一些新的事 無論什麼都好 總比你做什麼都不做 對 這個絕對 坦白說 你如果重複地 還有同一個方法 而是不可行的 你再做的話 對 曾經有人說過 這是一個白癡的行為 你無論如何都要去試一些 你公務論的結果如何都好 是一定好過之前的 這個真的要留意 各位想創業的朋友 因為現在看到很多 年輕人 他去創業的時候 可能去想一些很生命的事情 一些idea 他覺得應該可以的 不是說沒有一份毅力 但是不要那麼固執 真的不要那麼固執 有時候有些事情 可能在外國很努力 很努力的 例如我打個比喻 有人做那些叫做航拍 航拍飛機 然後把航拍飛機 再升級了一層 去做比賽 是的 香港有些公司 是做這些航拍飛機的比賽 當然有成功的個案 就是因為去到 那個叫做 杜拜 杜拜有一個很厲害的比賽 是你比賽贏了之後 有很多錢回來的 所以是professional 就像贏方程式外賽車這樣 但也有失敗的例子 就是你做做做做做 做好一輛飛機之後 香港根本沒有一個空間 去讓你用到這一輛東西 那姜先生把自己焗死了 然後可能說 他不斷去找分定 不斷去做這件事 但其實沒有出路 這是很固執的一個行為 因為你周邊 你可能透過航拍 有很多東西是用得回香港 例如航拍的360度拍攝 這些香港的電影業 就是適合的 你可以有些扭轉去變 就不要太固執 其實變通是做所有老闆都要 真的要懂的東西 無論你是本身創意也好 還是被迫也好 你起碼都要做 因為剛才你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當你有危機出來的時候 你看著一個你完全不懂的東西 玩了一半個小時 你起碼有一個理念 然後聊了短短時間 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整件事 摸著石頭過河 你都不知道前面是怎樣 但因為你就是搞工作 去肯走 其實你這個也是膽識來的 而且有時候都是要傻勁的 你不能說 而且我不肯定 剛才你剛才說過 你剛才說過航拍的情況 又回到會不會是 因為你最初在內地就設立 因為香港有30多人的本 絕對 大過大陸 即是整件事 就算人多 可能你的營運成本 有機會跟香港有機會 可能差不多才有機會發大 會不會真的有這麼巧 因為剛才你選擇這個情況 而令到就算你多撞猛 都還未至於車櫃人亡 因為那個數字是相差很遠的 你香港真的沒有交過月 那不停了 你30多人 還要兩個月人工 那會怎樣算 兩體 如果真的是一間公司 好像我們這樣 在香港站的 不會搞到這麼大的 不敢去到三十多人 一定會將自己壓縮資源 然後一個人做七個人的工作 如廚利推 但是去到大陸的氛圍 就會說 不大的公司 沒有人的公司 怎麼叫公司 你自然的心會紅 你自然請人會鬆手 再加上 例如我香港請一個program 可能兩萬元 假設是兩萬元 可能大陸夠請四個 會 是嗎 但是不是一樣這麼勤力 絕對不是 絕對不會 同等級的 我想到七八千至一萬元 不如現在大陸都貴很多 大陸的一萬元的program 可以頂得住大陸的 可能香港的 慢鬆一點 至兩萬元的program 你都請到兩個 你自然會鬆手 去到發財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我們坦白的 去到現在review 是因為那個氛圍 令到我們很不理智地 將這間公司擴充到這個位置 都是時勢 不要說你那時的dream 都是想上市 已經是小了 你沒有一百人 怎會是一間公司 我明白的 因為我想說 香港有很多小朋友 是想做大的 但香港這個環境的成本 是太多 大限制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著大 會不會參考了 這個想法 其實原來一開始 在內地做的話 有機會滿足你想大 會 我不肯定 聽你這樣說 我估計 因為有時我都聽到 一些創業的小朋友 他們都會說你皇大的資源 對 沒錯 如果香港一個租拍過來 就已經什麼都不再做 收工了 在家裡做 對 變成很小的微棋 變成 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建議 如果你的生意 如果location 可以在內地 或者需要某些人手 事實上 在香港內地 都可以處理的話 本益都不大 可能第一個踏腳石 有機會在內地 但當時你是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很不覺 就上了 沒有那麼詳細 這是天意 我覺得 經常這樣整定 在大陸做生意 還要學多一件事 在香港的老闆和大陸老闆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是自製力 香港的老闆 不用你自製 因為錢上面 的預算 會令你自己克制 我請多一個人 我要計算 計算得很重要 租舖 所有的東西 真的不可以不提 你每個月都看著自己的銀行 你根本沒有那麼多錢去發財 但是在大陸 如果你是一個老闆 你的自製能力不夠強 那自製能力在於什麼 不是不搞大 大陸你不能不搞大 但不要浩大氣功 是的 因為你進大陸市場 你去參加任何一個展覽都好 一定有一大堆人 跟你說 我公司九個億 我公司五百億 五百大強 如此類推廣 當然這些 開始 越來越清晰的是什麼 你會聽到每一個人說的話 到底是在發生什麼事 真實程度有多少成 發水情況有多少 現在我在大陸聊天 大陸的數據 我有一個數計 一半打八折 應該就是真實數字 所以你去到有這樣的自製力的時候 你去發大 就謹慎你發大 我經常有一句說話 就是做一個最遠觀的踏實者 你在大陸看得很遠 你在大陸看得很遠 應該的 否則你的方向會調整不到 你沒有去到太天氣 到時才會轉 就會撞 轉不轉 到時就死了 但踏實真的很踏實 每一個同事的訓練 每一個文化裏面 他們大陸的文化是 你廁所也要管理 當然了 扣出你整間公司 扣出你整間公司 看一間公司好不好 看你的廁所做得好不好 你要做到這麼仔細 那你回大陸的時候 就可以安全很多 是的 但當然我是十分建議 學年輕人回大陸做的 是 你回大陸去走一圈 搞一間公司回來 無論你責任感上面 眼界上面 無論你那個思維 因為聽很多不同的 新的business model 翻出來 是會強壯很多 會會會會 我想這個都是說 你出入見眼界 還有你要 內在要 真的要多一點點的經驗 嗯嗯 你會覺得我自己很厲害 出去發現 自己是small political 爆炸 很多現在香港公司都是這樣 剛才說完這些年輕人 走一圈後回來 當然會聰明一點 而且了解做生意會怎樣 剛才你說了 這是微信的部分 因為始終都是一些比較新的 而且很短時間要做到 嗯 我知道你到差不多 現在你又 不是叫轉 加野 加野 這次沒那麼痛苦 應該都是開心的事 我也知道 你們在微信之後 再上升上去 就是現在經常說 KOL 等等的事情 我們所了解的 香港的 大家都會熟悉某部分 但你們會有趣 你們做的部分 就好像跨境 又或者是 內地的網行那種火熱程度 是很恐怖的 就是賺錢的恐怖情況 不如你又跟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你的生意會怎樣 加多一件事上去 以及究竟別人所認知 即一般我們認知的 和你們實際接觸到的 那種網控有什麼分別 我來吧 我來吧 因為我們公司得意在的地方 是所有事情搞跨境化 是的 例如 例如 微信 大陸有很多微營銷的 即剛才那個 Marketing的方法 但問題是 很多Marketing方法 都不適合香港人用的 是的 我們就去學習 然後去調整 裡面究竟哪一件事 適合香港人用 要進去 那之後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 為勢所迫的 坦白說 那些客人說 喂 開完個號了 即是做了微信 是 What next呢 我要客人 那我們就去 又去study 喂 怎樣找客人 又好像剛才那個modul一樣 在大陸找一些 找客人的方法 然後modify 了它 再拿回來香港 告訴他們應該這樣做 然後落地 造成一個 如此類推 我們有幾塊 好像剛才一開始講的 我們有線下 如果用回傳統國內 線下推那種方法 其實未必會 立即找到香港要找的客戶 那我們就tune完之後 又sell回香港 線上亦都有一些 關於brand building的新聞稿 其實我們在香港這三年的公司 一直去延續 就不是轉了 開始我們摸索到 國內究竟想要 國內有些什麼 生產出來 然後香港想要些什麼 我們不斷地加東西下去 務求 我們有時候 經常都跟客人說 我們說得出的東西 我們是試過 亦都會做到res修 我才拿出來 這件事就是 剛才我在大陸做生意 學到的一件事 因為大陸有很多東西都很厲害 講到 但實際有多少res修出來 是要隔渣的 我們就是 這三年不斷地做這個行為 不斷隔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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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分辨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那些很大挑戰 還要分辨哪些有心人 將真的變假 在假的變真 在很多層所裏面 其實變成偵探 其實變成偵探 但你不看就不行 實在有很多寶 有很多值得去研究 或者給客戶的東西 這兩年不斷地做 這三年不斷地做這件事 打到一個名堂叫做跨境 我們做的所有事都跨境 怎樣將香港的東西進入來 國內的東西拿出來給香港用 後來2012年開始 大陸就起了一個新的模式 我們那時候都未是一個Marketing的模式 還是一個銷售的模式 未有的模式 就叫做網紅 我們香港剛剛又興起一種叫KOL的東西 很直接地 很多人都會覺得 KOL不就是完網紅 所有東西都掛勾在一起 我們那時候又是用那個模式 我看完學完再去做蟑螂 其實是兩個東西 完全是兩個模式 簡單說 香港的KOL 這兩年其實越做越差 越做越低落 低落的成份是在於 很多水份在裡面 打個比喻 例如 IG女神 一些Youtuber 初頭很有心做的 大家都因為一股熱誠 我要Present我的東西出來 寫的文章好 圖片好 全部精雕細脫 拍段片都很厲害 我經常被人說out 我星期四都是MING仔 小花 姜領樂 但不是因為我勾 是因為這兩年出了N這麼多 很多 你今天能說誰出來 都如天上凡星 今天你講的出來 可能我完全是不懂的 但我可能已經不斷看著那些東西 但問題出現就是 他們怎樣生存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香港生存條件 香港 講真人工都不低 想得起自己 他怎樣生存 有些很聰明的Youtuber 例如我開名 達哥 很聰明 他已經昇華到明星 星級 因為他知道 Kareer Path 我Present完自己 我Present完我的理念 給我的粉絲之後 我就要去Copic Copic 然後再上一個更大的舞台 這個是Kareer Path 另外有一個叫屎萊姆 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做KOL 是因為他正在開公司 他用KOL成為宣傳媒體 然後再用這些宣傳媒體 再打到台灣說 我是一個很紅的打機人 然後去台灣 然後再接觸更大的遊戲平台 如此類推 他不知道是重慶開的公司 可以一直不斷成長 這些就是 借助KOL 成為他人生裏面的其中一個Power 但現在很多年輕人 是用KOL變成人生 那就出了問題 生活是必須的 我很喜歡打保齡球 我很喜歡打踢球 很喜歡打籃球 我可以每天去打 但我都要生活 如果有人把踢球 變成可以賺錢 還可以生活 就很厲害 這整件事 但是KOL 去不到這個層面 但中間出現了什麼 出現了什麼情況 就是有很多Copy 他們願意給KOL 去做一些軟性 或者直入 出個FIT 或者出個片 初一開始很好 真的很好 我也是講明仔 我也是講明仔 太吵了你 就算是姜李樂 現在也有人找他 穿一個不知什麼鞋 真的能回到東西 因為他拍的片 是用心思想 是用心理的時間和資源 也有差不多的 承承備 對 承承備 他要剪片 剪片是天下間再痛苦的事 剪片就知道 是不是 一感受就知道 我也有剪片 拍那一刻也沒有什麼痛苦 剪片就很痛苦 反而剪片就很痛苦 真的 我也曾經跌倒在這個地獄裡面 很有心思 但是後來就越來越沒有 不是那個人 是其他合起來 整個範疇越來越差 錢太容易賺 IG女神三萬個like 整件事這麼容易 不如我也是 我吃飯你拍一下我 然後你看某一個電視台 有一個節目是訪問KOL 他們都投訴自己業界 你沒有心理就不要做 你又來騙like 騙東西就浪費 整個整體行業就掉了 其實本身可以發得很大 因為外國的KOL是很賺錢 是的 因為我們有些客戶 整個今年的budget的strategy都不同了 以前你會落下一些print 即指揮這些東西 現在只是說 今年 他的品牌商重點的strategy 只有三個字就是KOL 很嚴重 其實大把錢下來 但問題是我們要有質素的KOL 這兩年 從2014年開始到2016年 太多KOL 太多IG女神 騙了一些錢 然後騙錢 我正確說這句 你說如果你真的試完品牌 然後很有心地拍一些product shot 然後教你怎麼用 這些是good 但如果你純粹知道 我去到現場取插 然後說自己已經代入品牌 那何必呢 我知道有些pr event 有時候我們也有做 請很多KOL 然後他們就做完 之後 我不知道他有 收錢 但問題是pr都需要 他都需要他們在這裡 因為一個的like不夠多 十幾十個 起碼都有一堆 但這個我都說 這是幾年前的事 我看到 但問題是 如你所說 不是傻的 COPPIC的人 是最聰明的 COPPIC的人 當然是計算的 我找到你 可能在台上也有些東西 三十塊三百個like 後面也不是 你的like堅定流 可能你的觀眾群 是否可以買他東西的人 沒錯 如果大家年輕人都想 以為KOL是你的 可以變成事業的話 要重新考慮一下 或者做法可能不同 質素要很高 真的要 無論你從那個角度 你如何突出自己的個性 或者幫到 要想一個path 你如何幫到COPPIC 找到客人回來 那就變成了 好像不是share自己的東西 好像另類Sales KOL本身的定義 也是叫做opinions leader 你如果只是影響到 他聽你說話 不能夠有下一步 那你就沒有錢收 Leader 也不是很Leader 他很享受自己的生活 但就不是可以變成一個工作 所以要退回去 變成share and like的KOL 是很開心的 是 你沒有優惠 所以現在變回了什麼 例如我媽媽 我有個小朋友 接著我每天拍過小朋友的照片 然後說我吃某一種產品的東西 純share 不賺錢 其實KOL是做得最好的 其實人們喜歡看真的 真的 他不需要給錢去捆綁著 看回 不要說入行 也沒有業界 是 太歡呼了 你要做KOL的時候 你真的要看清楚自己走到哪一邊 如果你是立定心場做一個好的KOL 是不想涉及關於錢上面的東西 真的還純share 你可能說光榮地位會高一點 是有興趣 但如果你能踏入去做COPIT的時候 就要尊重COPIT的行業 沒有交行貨 我當你是市場推銷 是其中一個市場推銷 應該是這樣 我始終說KOL 我不可以說太多 因為可以再開一堆 所以下次我們會抓你 或者你合作開的KOL 如果對KOL這個概念的人 很有興趣的話 可能再詳細講 坦白講 就是你們跨境 你們很熟悉如何將香港的品牌帶去內地 究竟內地的網紅和香港的KOL有什麼分別 還有看新聞,很厲害,一月二百多米人仔 很多年輕人仔很想,好像更簡單的事情 是怎樣的?有什麼分別? 大陸的網紅有一個平台,香港的Facebook、Instagram 有一個平台開展已經和KOL很不同 因為他們的平台有一個叫打賞的制度 只要你做得好,而觀眾覺得你還可以 除了給你一個讚賞之外,他還可以... 給你一些花,給你一些額色,我想是... 禮物啦,而那些禮物是可以轉成人民幣的 那是不是他收了兩塊錢? 一塊就是網民直接給他的打賞 另外一塊就是,因為我又見到一些網上那些 可能是賣衣服的,我見過 他定時定後的女生每天試不同的商店的衣服 我想可能他的錢亦都是從... 其實真的挺好賺的 但為什麼香港不行呢? 首先平台上不支持這件事 第一個平台,YouTube、Instagram沒有這樣的功能 第二,對著那些客戶的風氣不同了 因為大陸是流行網上給錢 微信支付,他們用了大概八年、九年的時間 將淘寶這件事進入腦裡 網上購物是很正常的事 香港的網上購物還覺得,會不會騙我 竟然好像慢了 其實是歐了五年了 總之很多雜性上,他們的網上購物 不見過真時給錢這個雜性 是已經非常順暢的了 所以在網上看著這個女生表演 而給一些零錢也好 或者幾千元也好 其實很順受 慣性的 即是看不到的,沒有了那種弱制 沒有了那種心理關口 是呀,他們的月尾才會覺得 那一刻不覺得 第三,我們又不可以這麼說 我們香港看IG或Facebook直播的人 多數是年輕的一輩 他們是追求這個女生的 應該這麼說,他們比較無聊地看這件事 例如,我也無聊 晚上11點看狀妮,畫公仔 那些公仔有趣,很開心 但是大陸在銷售那群看直播的人 是由25至35甚至45歲以上 而是觀眾群 是三線、四線、五線、六線城市 出現什麼問題呢? 三、四、五線城市在大陸是很有錢的那群 收了地 收了地土豪、土別 總之是最有錢的那群 但是還未懂得運用錢 或者還未懂得怎樣 正經地去做其他事情 就很空閒了 或者他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大城市 他還未出的大城市 還未出的社 他看這個APP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就是大城市 他可能會介紹飲食、衣著 介紹什麼什麼東西 就像我們看外國的片一樣 為什麼要HBO 你願意給他幾個九十九米 一個月給他看 最近有些節目說 美國這個潮流流什麼 只要有一個人在美國 好像很厲害 很棒 那個標準客戶是這樣去打 當然有美女 基本的 對 我們香港美女不乏 一定最多 外國的資訊對他來說 香港也覺得很操心 香港有很多潮流的東西 所以我們先把這些 叫做香港的KOL和網紅 在這些平台上做直播 搞節目 還要比較高端 有設定的 有節目鋪排的 真的一個節目 不是一個純粹在那裡 很高興 吃杯麵 我看到有一間房 設定了 整件事可以差很遠 大陸其實 由2012年 即四年前開始興起這件事 由那時候叫做PGC 即Personal的一些gen 即自己的房間裡就 general content 到現在已經叫做PGC Professional Gen content 已經由以前 可能大家看 無線的新聞直播 新聞報道說 吃個杯麵都可以拿錢 現在不行了 現在沒有人這麼傻 看你吃杯麵會給你很多錢 當然都有 但是如果你說 我不止吃杯麵 我還會教你煮菜 即至少有內容 有知識的傳遞 或者某些資訊 它就得益 簡單來說得益 整件事 例如我以前拍攝貓也有錢收 現在是要怎樣照顧這隻貓 即開始進化一點 開始有一點內容和內涵 因為以前的風氣很大 很火熱 他們叫火熱 而出現了很多大堆KOL 隨便唱歌仔 或者睡後一覺 已經給錢打算 正的 但是現在本身在大陸 直播在大陸來說 已經有網紅學校 教你怎樣做 其實大陸有百多個直播平台 當中有六十多個有牌 有牌的意思是拿國家的傳媒 即是發牌 即是有管制 其實這一年我們看到在中國 以前我們不認識的時候 那些人只是脫下衣服給別人看 所以才有錢 其實現在不是 因為現在的條例上 管理得很厲害 即是已經去到電視台 開始了 其實開始了 因為衛視有一套 應該是湖南衛視 有一個節目叫做 《我想摩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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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無線》也正在播 其實它已經是第二季 《我想摩你唱》 就是現場的節目是現場做 但之前是會用直播模式 選選人 選了很多人 所以聽說《Running Man》 叫我奔跑伯兄弟 他接下來也會做一個直播模式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 《王祖南》也會搞直播劇 是的 如此類的 其實整件事 一個參與度 大家變大了 就好像這件事 involved 就不是你弄定給我看 而我好像有些involved 整件事 即是你會看到一個風氣 當香港正在說一件事 就是香港人不看電視 我們要尋求出路的時候 人家的電視已經尋求過一個完美的出路 說完美的出路是什麼 例如一個演唱會 香港仲仲仲仲仲仲 沒有人看演唱會 他們已經直播了 而他們仲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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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 直播的時候還可以做到一個VIP 是可以用VR眼鏡去看的 看完全場 然後每個都收30元人民幣 20至30元 真的收那筆錢 都夠覆蓋整個演唱會的東西 因為那個頂部很大 還有思維上 VRL我們香港講了N這麼多年 直播講了N這麼多年 但是用了在哪裡 我有時覺得他們是踏勇於上市 可能出來的效果不好 我想在某程度上 內地人太多了 即是其中一個角落口 香港不是沒有人試 但他們的量是不足夠生存 因為成本又高 變成內地就是試了 我沒有什麼所謂 20至30元 其實很棒 我大體王菲選唱會 香港20至30元你要看戲院 租的環境就差不多 哈哈哈哈 即是覺得對 現在還要租的環境 很實在 我20至30元已經可以看完整場 當然內地的消化水平可能相對高 但問題是你真的沒有辦法 這是一個香港和內地的很大的分別 而且也沒有辦法 你怎樣也要看外面發生什麼事 正正剛才你說的 為什麼要走上去下一圈 或者你多麼願意都要看微信 你都要去學 即是作為一個新的創業朋友 即是你作為一個老闆 你不斷都要學習 保持著新的思維 保持著和社會或大小去接軌 因為說真的 以前香港的一個很好的位置 譬如說貨運 是說兩地差別 但現在沒有了原因 是根本都不需要 其實你們找得到 就算在科技社會裏 你都找到兩地差別 雖然是很快 其實很多 全街都是 因為我們就是從三美廣州 到我在香港開講座 其實開始拿到我們自己的定位 和公司的獨特點 就是發覺 其實我們兩邊的文化都知道 連大陸那邊的資源 其實那些工具上 功能上都是幫到香港那邊的公司 所以我就說 不如吃一個叫做文化差異的服務 和產品 我們將國內的服務 然後自己去微調一下 是真的適合到 我們試過了OK的 適合香港市場 反而是將這個模式 介紹給香港的品牌 然後進回大陸市場 也是那句 做老闆的 你真的要放在桌上 或者很多東西到處都是 但是你可不可以 將現有的東西 然後經過你的思考 和找到你的突破點 即市場上的需要 你找到的話 就變成了 那些錢都會滾進來 那些感覺是最慘的 希望是 這刻說真的 譬如我知道你們最近的網紅 是一個新的 甚至乎和一些大藝公司 已經開始簽合作 即是一個再有新的發展的部分 所以整件事是好事 當然了 今集的時間有限 太快了 太不捨得了 今天很感謝你們兩位 說了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完完全全100%的香港人 其實都可以做了一些內地的生意 不是完完全全靠家人是內地的朋友 當然需要經歷過不同的自己的經驗 或者學費 令自己有成長 也是挺好的古武的部分 大家想著內地做生意 又不是真的想像中這麼難的 不過要勤力 當然了 在這個時間裏 我會再捉你們上來 還有捉到這個網紅 我想相信很多朋友 都會有興趣 嘩 網紅啊 究竟真實吃 真實要做些什麼 可能不是這麼簡單 已經不是拉下衣服 吃個麵 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還有我想問 其實香港人都可以做內地網紅 有些條例監管客不行 是可以的 但是也有一些牌是可以令到他可以的 哦 因為就是 為何要問 有機會 原來有機會可以的 香港朋友可以跳出香港 都挺不錯的事情 其實 嗯 唉 如果不說好呢 我也想為年輕人做少許事 是呀 怎樣呢 我老婆懶我 在那裡 網台沒有所謂的 現在有很多網台 例如大陸的Apps 他們會過來香港找一些人做Live Show 但是其實是不合法的 哦 這樣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要選擇 即是人家找你的時候 即是年輕人就要小心 好像街邊找你做Model一樣 麻煩你 因為太快 可能資訊他們都會這麼清楚 覺得不是很簡單 上網什麼問題呢 即是以為是一個很公開的平台 但內地已經有這個法律規矩 管不好的 如果你誤中了的話 就不會被人騙錢 可能有其他的責任就消負 我想你的回鄉卡應該不能回到他了 哦 所以大家要留意 留待我們明天一集 可能會講得再詳細一點 好 謝謝兩位 謝謝Manda 下次再和兩位嘉賓和大家見面 拜拜